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前列腺癌 中醫是如何治療前列腺癌的呢 首先我們討論流行病史 前列腺癌的發病率是全球男性癌症的第二位 發病年齡大多在60歲以上 一般前列腺癌沒有任何明顯症狀 但當腫瘤增大或癌細胞轉移時 才會出現臨床症狀 包括尿頻 夜尿多 排尿比較困難 尿流速也比較弱和慢 甚至有些人會有尿液或精液大血的情況出現 當後期的時候 例如癌細胞轉移至骨 會導致盆骨或脊椎疼痛 甚至有臨巴轉移時 可能會導致腎衰竭出現 如果西醫一般治療 其實是用外科手術 放射治療和可爾蒙治療 中醫來說 如何配合西醫去做治療 其實有幾點可以做切入 第一個就是說 病人在早期或觀察等待期的時候 他們在這個時候 其實是沒有一些特別的治療給到他們 在一個等待的觀察期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去服食一個中藥 中醫師會根據病人身體的症狀 好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例如說尿頻 排尿困難等等 進行一個辯證論治 去處方一些內膚或外用的中藥 去改善他的尿頻 或者一些年老的病人 他們其實是內受不到一些手術 或者放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 所以這一類的病人 都可以去服食一些中藥 第二個我們的切入點 就是有一些病人 經過一些失醫治療 例如他們的前指線藍有一個骨轉移 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接受一個賀爾蒙療法 以前那類病人 他們甚至有一些進行高院的切除術 這些其實是用來抑制一個體內的紅激素 從而控制到那個腫瘤的生長 但是這些療法都會帶來一些病發症 或者一些後遺症 包括這類病人進行療法會比較疲 性慾降低 甚至乳房會漲 甚至有些病人骨密度都會下降 這類病人其實都可以尋求中醫治療 去減輕他們上述的症狀 第三 前列腺癌 他們有很多早期或中期的人都會做一個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完之後 其實都會出現一些放射性的腸炎 膀肝炎 或者皮膚損壞等等 可能出現一些輻射 尿頻等等的症狀 這時候中醫亦都可以配合治療上述的症狀 改善病人的體質和生活品質 晚期的前列腺癌的病人 他們對西醫的放射治療 又或者是賀爾蒙治療 無效的病人 其實都可以透過中醫去康復他們的正氣 提高他們的免疫力 和改善他們臨床的症狀 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和現場生命 最後也有飲食的小建議 給一些前列腺癌 或者可能預防前列腺癌的病人 給他們 例如他們可以吃一些番茄 西瓜 柚子 豆類 例如黃豆 也可以喝一些綠茶 都可以預防前列腺癌 另外這類病人 其實都要注意一下 盡量不要吃太高脂肪的食物 多謝大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